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黑胡椒炒猪肉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块猪的前腿肉 大约400克左右 这块前腿肉比较大 先把它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加入一勺酱油 再把它抓拌均匀 然后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半个青椒 把它切成小块 准备两个去好纸的红辣椒 把它切成小块 准备一个洋葱 先把它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块 最后再准备两斑大蒜 把它切成片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先放入蒜片爆香 然后再放入青红辣椒和洋葱一起爆香 爆香之后再放入腌好的肉片 把它翻炒均匀 把肉片炒至完全的变色 然后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的黑胡椒粉 然后用大火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炒至调味料完全的化开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黑胡椒炒猪肉就做好啦 黑胡椒猪肉这样做滑嫩入味 搭配着青红辣椒和洋葱味道真的非常的香 做法超简单好吃又下饭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